大家好 今天我是西安安 头条教练来关心 又发生了一氧化碳中毒的意外 还造成两人死亡 这是台中呢 有一对中年男女被朋友发现 他们全身赤裸倒卧在浴缸里面 当时这个房间和卧室窗户都是紧闭的 现场的瓦斯味非常的浓 两个人被救出时都没有生命迹象了 那一看看根据这个最新统计 今年总共发生了46起的一氧化碳中毒意外 已经造成有12个人死亡了 所以要提醒您 这个瓦斯真的不要装在屋子里面 比较安全 台中市西屯区这栋集合式住宅 经传有一男一女洗澡发生一氧化碳中毒 消防人员进入抢救 当场看到两个人倒卧在浴室 全身赤裸前后相涌 早已经气绝身亡 而且浴缸的热水还不断流出 将男子全身皮肤烫得脱皮 消防人员冲进房间的时候 闻到浓浓的瓦斯味 门开着就闻到里面就很浓的瓦斯味 管理员说出意外的出租套房 热水器装在阳台 但是阳台外又有窗户 可能是所有窗户全部关闭 瓦斯燃烧不完全导致一氧化碳中毒 死亡的正姓男子今年61岁 他的女友51岁 他们的友人原本相约到套房谈事情 因为电话一直打不通 会同管理员进入才发现 这一起一氧化碳中毒意外 从死者烫伤严重的情况研判 已经死亡多时 而这也成为入冬以来 第一起因为洗澡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的事件 记者中部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